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近期在医院当中受阻 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 就是民主党温和派参议员 曼清是投下了反对票 不过专家就指出 其实这项法案没过呢 对美国的整体影响性并不大 甚至还出现了另一派的说法 那么就是曼清投下反对票的举动 其实事实上是救了民主党 曼清最主要的意思是说 他认为这里面1.75 类似挂羊头卖狗肉的 这个味道的存在 就是说里面包裹了太多的计算 会让大家花的钱越来越多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包括扩大社会福利支出 儿童可想税负抵扣额 以及大型能源开支等 是预算高达近2兆美元的支出法案 如今法案受阻 民主党内部急跳脚 但专家指出这恐怕是民众所望 没过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 那有什么大不了 没过就是没过 但是又有这个法案 我们的国债赤字 通过膨胀这些的噩梦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下一个最大的危机 对美国的未来 是不是更美好 这个梦是只有拜登他在做的梦 但是很多人并不是跟他做同样的梦 一旦法案通过庞大的社会支出与补助 专家担忧恐怕打趴正在复苏的美国经济 不过这项法案当中备受瞩目的能源政策 堪称是美国史上对抗气候变迁的最大手柄支出 如今受阻 美媒分析美国恐怕无法兑现巴黎协定承诺之外 外界也担忧打击到电动车经济 对于这个卖这个电车的市场化会有影响 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有基建法案已经通过了 还有其他相对的一些退款的一些措施 都还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觉得相对性他的这个冲击 不至于那么大 另外拜登最新民调的支持度创新低 来到41% 专家指出真实民调恐怕更低 因为拜登的这个不满意度 深的速度太快 最大危机就是说 他不能比川普的过去的这个34% 不能不更低 但是呢其实是慢慢逼近 只是说这个所有的民调 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这么认真 去让反映这个所谓民众的心声 会这么说不是没有原因 回顾拜登上任周年以来 遇上疫情通膨以及仓促撤军阿富汗等等 如今标志性法案再受阻 2022年的其中选举 民主党选情恐怕已亮起红灯 共和党一定在很多地方会斩获 因为呢这个拜登这个所有的很多政策 其实是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成长 美国的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还是中间选民 所以今天我们要争取的是中间选民 其中选举也在看中间选民的异象 重重危机接踵而来 拜登势必得好好整合党内声音 一年来的施政 选民是否买单 拜登任期的第一张成绩单 其中选举见真章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顺